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播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咔嚓一声 伴随着暗刀直接拉着圆环 将整个暗门给扯开 老旧的门板 伴随着沉闷的声响 在整个酒窖下边回答 本来就位于地下的酒窖 如今又是距离地面一米多的位置 那么暗门里边会是什么呢 随着这道暗门打开 浓重的岁月气息扑灭而来 那种味道让三个人都皱了皱眉 我先下去 在这酒厂也待了快半年了 暗刀根本不知道这下边还会有东西 不过一高人胆大 他第一个跳了下去 李高楼跟在后边看了看 倾斜向下的楼梯 然后啊 跟在后边进入那片黑暗之中 王红的脸色有些发紫 只能硬着头皮跟着下去了 很明显啊 这道暗门 不知道多少年没被打开过了 李高楼他们走在上边 木制的楼梯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呢 不堪重负 不过提心吊胆一路 最终还是到达底部 双脚结实地踩在了地面上 王红抓着李高楼的胳膊声音直发颤 老板 这是哪儿啊 黑暗总是会让人觉着恐惧 李高楼倒是可以理解 所以他拍了拍王红的手 示意他镇定点 跟着一道光亮出现在眼前 赫然是按刀手里拿着一个灯 停了几秒 李高楼跟王红借着灯光朝四周打亮过去 很普通 跟上边一样还是些酒缸 除此之外瞧不见什么别的东西 顿时小李同学失望了 本来他还想着 是不是眼前会出现金灿灿一大片 哪想得到还是这些破酒缸 找找看 有没有别的东西 李高楼还没那么容易死心 随即他自己率先动了起来 就这样 三个人借着灯光和手机的光亮 在这个地下酒窖里转悠起来了 十几分钟以后 再碰头的时候 小李同学已经灰头土脸 没有宝藏 就是酒缸 确定这一点小李同学无比失望 最后看了一眼周围 走吧 结果按刀却在这时候 把目光转向了旁边的酒缸 神情显得有些疑惑 他的这个动作吸引了李高楼跟王红的目光 这里边藏着宝贝 脑子就突然产生这么个想法 李高楼说话的时候啊 眼中重新出现希望 随后啊 王红那叫一个玛丽 抬起铁锹 直接砸碎了最近的那个酒缸 哗啦一声 酒缸碎了 不过这酒缸里边居然装满了酒 一时间浓重的酒味扑鼻而来 酒水更是在地面上流淌 停下 你停下 看着王红又举起铁锹 李高楼没说话呢 按刀直接喊了 情急之下他一脚踹过去 可怜的王红都没反应过来 直接结结实实的摔了个饲养朝天 李高楼皱着眉 完全不知按刀在干什么 这个酒缸里最值钱的 就是这些酒 你看看这些酒缸上的库存日期 距离现在已经百年了 天知道此刻的按刀 内心究竟有多震撼 哪怕它是世界杀手榜前三的存在 此刻也觉得极度不可思议 然而李高楼却一脸茫然 爬起来的王红也是如此 你们真不明白 按刀很是无奈 看着对面这两个家伙 王红还惦记刚才的事 那没好气的 有啥你就直说吧 你好端端你踹我一脚干啥 彻底相信这俩小子 真是什么都不知道 按刀强压下心头震撼 陈年老九 年代越久 价钱越高 一瓶二十年的陈娘 市场价在好几十万 至于百年的老舅 我没听说过 他这话说完就看对面的李高楼 表情一点点变化 最终瞪大眼睛 你是说 这些老九很值钱 对于酒这个东西 小李同学可没什么概念 他只是最终明白了 按刀想要表达的意思 就他刚刚打碎的那缸酒 如果合理的勾兑加工 绝对可以制造出 至少几千万的利益 更不要说百年陈娘 根本没人愿意拿出来卖 按刀说完这句话 王红一屁股坐地上了 就感觉天都要塌了 完了 自己还想着一个月一万的工资呢 这一铁敲下去 让老板没了好几千万 妥了 这回卖身都还不上 李高楼自己也处于懵逼的状态 整个酒窖里足足一百多个酒缸 如果按刀没逗自己玩 这些百年老酒 到底得值多少钱呢 王红这时候总算 哆哆嗦嗦爬起来了 老板 你是不是要辞退我呀 辞退你有个屁用 你给我打工还债吧 笑着摆了摆手 李高楼倒是没计较 那碎掉的一缸酒 此刻他回忆着 关于大红新酒庄的历史 貌似最开始啊 就是从一个贵族酒坊发展起来的 现在看来 这一批酒应该是当时入库的 怪不得生死簿上 会将这么一个破场子 判定价值 直接紧跟在 嘉明修理厂后边 百年尘酿 说不定比百年更加悠久啊 发财了 按刀又仔细确定了一下 周围酒缸的标签 再看李高楼的目光 也是觉着不可思议 原来真的有上天眷顾的人存在 这小子不单单浑身充满了神秘 如今看来财运横通啊 想到这儿 突然他就是一愣 猛然间他想起李高楼之前跟江氏集团 非要了这么一个废弃酒厂的事 难道说从一开始 他就知道这里边有宝藏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很短的时间里 按刀的脑子里边产生了 无数的想法和猜测 也是让他越发感觉到 李高楼非同一般 至于说眼红这些百年尘酿 按刀不会 世界杀手榜前三 钱财对于他来说 早就没什么用处了 更何况他无儿无女 了无牵挂 如今又要靠李高楼 才能度过死劫 在和岁谷死后 按刀也算是完成了父亲的心愿 他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找冰狼报仇 而李高楼 或许是他唯一的机会 至于说王红 那就更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李高楼救了他亲娘 对他来说那就是活脯子 所以只是一门心思 想要替李高楼做事 亢奋的李高楼 第一时间就要告诉王爷 这个好消息 但是很奇怪 王爷的电话关机 倒是没多想啊 他开始带着王红 在酒窖里边清点和砖有 同时认真地考虑 接下来该如何处理 这些百年沉酿 至于说按刀 则是在黑夜之中离开了酒厂 去寻找白萎萎的尸体了 对他来说 没什么事情 比重塑命格更加重要 李高楼不知道的是啊 就在这个夜晚 朱丹青正面临着 他一生最为绝望的时刻 听着楼道里乱七八糟的声音 朱丹青整个人被捆在了床上 房子看上去装修得很豪华 他也是刚刚从昏迷状态之中醒过来 然后就到了这儿了 这是什么地方 朱丹青不知道 但他很清楚 自己可能遇见了大麻烦 在家里的时候 他被几个大汉用手帕捂住了嘴 然后就昏过去了 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 这个时候他能做的 也就只有喊救命了 然而纵使他如何刺害 却根本没人理会 三道口 本来就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地方 长期的独立 让朱丹青终于逐渐冷静下来 他的眼睛也在房间里寻找 可以自救的东西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房门被推开了 一个丑陋的男人站在那儿 对着自己发笑 请不吝点赞便apolis